再来看到欧美股市 美股三大指数周一上午开盘及走低 最后都是以小跌作收 而欧股周一收盘则是创下一周收盘低点 大陆出口数据意外的疲弱 引发了全球经济担忧 对股市当然也造成冲击了 好 二月数据疲弱也显示商品胃口大幅减缓 投资人现在接下来呢要多加留意哦 好 接着我们带你关心是欧美股市的表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